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在澳洲曼本认识Karen 那个时候她是我的同学 我常常在班上看到她 但是我们没有讲话 有一天就是过年的期间 我们被分辨到一组做报告 那我就跟她说 你的名字跟我的子女的名字一样 然后她说真的吗 那你要给我安包哦 安包拿来 那我觉得虽然她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这女生是很坦白不做作 我的太太呢 就是从我从她还是在念呼啸的时候 然后到她成为神学生这段期间呢 她其实一直都有预备 要成为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 那尤其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常常有谈认到啊 未来要有多少个小孩啊 那丽婷她都希望她可以有很多小孩 尤其呢她在还没有进到神学生的这个身份之前呢 她是在台大的这个中重度 婴幼儿的这个病房里面在当护士 那她其实对小baby的这些一些照顾的事情呢 她是非常专业的 两年前 神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恩典 就是我们的儿子 Nathan 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应该记得牧师有讲过芒果树下的故事 那时候牧师是在芒果树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有baby 那Nathan就很快出来了 这事情让我们很想教她成芒果 但是我们觉得她长大的时候 会对我们不高兴 所以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记得丽婷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她有一次我们在住在安和路 那在安和路我们服饰完之后呢 在成功过程来服饰完 要回到安和路家里的时候 中间有一段路 那这个人行道呢 可能她在施工的部分 她没有围的很好 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就经过 那经过的时候 丽婷那时候正好怀孕 那怀孕的过程当中 她就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到 她就整个快要跌倒了 那我当时看到还有身孕的丽婷跌倒的时候 哇 我整个心就蹦出来 我就觉得啊 她一定会受伤 会很严重这样 可是呢 我发现丽婷姐她马上就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呢 装作没有事情的感觉 然后她非常正义里 就很有正义感 说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没有围里 没有把它弄好呢 这样再有人经过不是会受伤啊 她马上又打电话给台北市政府做了一些处理 那我就发现丽婷姐 所以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为母者强的一位女性 当汉汉慢慢长大了 第一个事情 我们想她学习的是感恩的心 所以除了教她怎么样叫爸爸妈妈 我们很早就教她怎么样学饭祷告 感谢主她现在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学饭祷告 在这段时间让我们学了怎么样当父母 让我们知道要给她怎么样的环境 就是充满爱 充满接纳的环境 那我相信呢 在我们未来也有继续想要生宝宝的计划当中呢 我相信丽婷会更是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称职的一位母亲 赵了 欢迎订阅 他真的很划 mods 这一部分我都要试不求